明明是平常日 但東流線前往小琉球的船班前 卻出現排隊人潮 原來是因為海巡人員在登船前 都要查驗身份 故意是否有居家檢疫者偷溜 搭船得要使命制 乘客第一時間聽到似乎有點傻眼 愣了一下才趕緊從皮夾翻找身份證件 沒有身份證就拿健保卡或駕照也可以 不過也有民眾這個錢包都沒帶在身上 只好報上身份證字號 但也有網友抱怨 沒身份證就不能買票 海巡查驗是多此一舉 還說忘記時肯定大塞船 購票時也會查驗身份證件 不能在售票口一次驗完嗎 但事實上東流線碼頭有三家船公司 售票口不止一個 海巡人員只能解釋人力 但沒帶證件口頭報號碼 難道不會成為實名制漏洞嗎 對於東流線要實名制 雖然有乘客覺得麻煩 但為了防堵疫情擴散該做的措施 還是得嚴格執行 記者張秋華評論報導